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我以后看到人就这种观察 你知道我在台北找房子的时候就是 那个房东一看四号人 一看到那个房子就知道 那个房子装潢的就很像那种 各位去过一个地方叫做古典玫瑰园 有没有 我台北那间房子就是这样 都不用装潢 他都给你装潢了 有够漂亮 我跟我太太想说 这个还没有见到房东 只是先看到这个房子 这个房东应该有一点 我太太也懂性格 他应该是新竹的 不是新竹那个新竹 是新竹 是感性型的 感性型的性格有三个 看到人之后就用消去法 他一定不是那个 一定不是那个 就是那个 他是一个艺术家性格 又一个幼稚园的老师 所以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在跟他谈话的时候 那个叫杀架 这个人感性比较重要 所以金钱不是很重要 这一撒一来一往 我就撞比较多 这真的好用 你要会用 等一下讲四号再讲 好,来各位 再来 我们看不同性格 他的关注点 一号人 未达到目标 不断改进 追求完美 各位 三号也会有目标感 三号的目标感也很强 但是三号是未达到目标 可以用尽所有的方法 可能 可能性 知道吗 而负面表列就叫做 用尽一切的 可以不择 所段 一号是这样 讲道理原则多 自我批评 对人对己都非常严厉 错了就要认 要改正 也就是说一号在要求别人之前 自己会不会先做到 一号的优点就是 他绝对不会要求别人去做他 什么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然后呢 喜欢下判断 这个判断是用他的标准 讨厌不真诚的人 别人不守规矩会生疏别人 我讲过一个故事嘛 一个家长去麦当劳 看到那个麦当劳很脏很臭 厕所比上海的还臭 他离开之后 心中那个怒气 一直无法宣洩 知道吗 就把车停在路边 打电话去客树 客树 知道吗 你们这样做太不应该了 我才从上海 我来你们这个比上海糟 但我们台湾不进步 佩服 这样 讲完那一鼓气 就好了 知道吗 这叫做生疏 但是有没有可能生疏 比如说你等一下在抽烟 不要抽烟 会不会生疏 可是万一被打了 会不会再继续去生疏 他会修正行为 但内心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会不会存在 而那个不舒服感 其实就是受到核心情绪的影响 知道吗 了不了解 就像我对一个目标 我目标没有达成 不会不舒服 可是当一个三号人 目标没有达成 他会强烈的不舒服 知道吗 我没有做到我会觉得 轻塌下来 我也会对自己好一点 听得懂吗 等一下讲你们就懂 那个就是核心的情绪在做反应 控制感情 不会有太多的情感流露 因为他理性 他是非常非常理性的 理性当中去思考对错跟标准 然后他的力量最强在于 发怒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边 我不管你是几号 如果我在工作坊 会问那个一号人 你的力量最强的时候是什么 老师生气的时候 你讲这一句话都很生气 而且是什么 所以一号人要求自欲己圣言 我送他一句话 叫做从头到尾 他中间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明白是吗 讲完一号 各位让你们看一下 这些人都是 我刚讲过了 我再次重复一下 这个叫张艺谋 这个叫李家桃 这叫周美清 这叫王永庆 这叫蒋国师 这叫陈定 他妈是跨国的兄弟姐妹 要清楚 严肃 各位 有请教大家 你的良心在哪里 你知道吗 永远不用考虑一号 他的良心永远在他这里 知道吗 我讲这个人 在宜蘭县长任内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从性格的角度是真的 批公文用公交发给他的笔 且私人信还用自己的笔 在办公室谁知道那支笔 是谁的笔 你知道吗 但一号永远知道他的笔在哪里 他永远不会唱麦果那首歌 笔勒 他永远知道放在哪里 他永远知道放在哪里 讲完一号 我们今天照顺序来说 讲完一号 各位还有这一个人 谁 罗大佑 罗大佑 罗大佑这个人 很特别 我曾经看过他有一个影片 很有名 他在跟一个乐队在rehearsal的时候 跟乐队说了一句话 有我在就不能错 你可以不好 但不能错 听得懂吗 焦点是放在对错上面 还是 我们还是讲对照本 不要再顺序讲 讲完一号 我们讲一个 如果一号是凡事定规则 守规则的人 有一个性格就凡事不愿意守规则 他是这个 各位 就是 哇 七号 我不守规则 不是我不把规则当一回事 而是你不要拿着规则来压我 你知道吗 我如果自己守规则 我是不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由自在的人 七号追求的叫自在感 其实就是诸法皆空 自由自在的人生态度 各位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怀疑我是七号 第一个 我上课绝不迟到 因为七号有一个东西叫做缺一根筋 听得懂吗 你从来没有人告诉我 王老师上课不能迟到 有更多的人告诉我 王老师你不用太长到 因为我会比较晚到 尤其现在就公家机关营料 老师我们都习惯晚个十分钟开始我说我知道 可是我不能纵容你们这种习惯 可是各位 当我是一个非常能够自己自律的人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性格是走向健康 了解一次吗 我真的不迟到的 我真的不迟到的 除非台铁害我迟到 我真的帮我真的很少吃到 各位知道台铁吗 因为台铁经常吃到 就在口头禅说什么 你台铁知道吗 代表你经常吃到 如果在台铁工作的起源量 你应该去改善你 不要怕我 各位 很多书说七号人 他是一个很热衷旅游的人 我要做一个修正 七号不是热衷旅游 而是七号的旅游模式 跟别人不太一样 只要是人都爱旅游 他喜欢走来走去 而且他喜欢走马光 而且是随性自在的走 七号人 先送他一句成语 叫做虎头首尾 你们先问一下 有没有一种经验是 小时候写暑假作业 都不会按部就班把它完成 有两种可能 一放暑假就把它写完 通通留下来玩 另外就是快开学 才把它干完 有没有 却品质非常糟糕 七号关注的点 永远是有趣味的事 不一定是震惊的事 而是他认为有兴趣 有趣味 有没有感觉 能够带来快乐的事情 所以讨厌很多重复沉闷的事情 或空闲的时间 因为七号怕悶 非常悶 知道吗 太自私化的模式 太悶的环境 通常太负面的人 七号都会跟他保持距离 因为他们的悶 他们的负面 会让七号不开心 任何让七号不开心的人事物 他都隔离 各位懂啊 但只要让他感觉到 开心快乐的事情 他都快速的投入 快速的投入 我到现在还在给自己自律 我一直在告诉自己 等一下上完课 真的不要跑去探坤 不要换手机 因为我昨天差一点就换一台手机 我现在还在自律 知道吗 我看到新手机 是真的巴不得 趕快拥有它的 各位帮我自律一下吗 我今天没有带有生素人 所以带有生素人 卖一卖 还有点外快 知道吗 没有 让我忍一下 因为我是 我上次讲过 我真评估大字 就爱换手机 有一台 昨天晚上我真的跑去 就在你们建国路那个餐馆 真的问到 真的有货 知道吗 我真的差一点下手了 那时候回去又回家 但是昨天晚上又睡不好 到现在 比他越来越近 各位 7号做任何事情好玩 所以他会给自己 在里面 会放很多想法 活动 计划 知道吗 但是计划不见得 会有行动方案 因为他想做的太多了 因为那个多元化的大脑 贪 知道吗 这个也有兴趣 那个也有兴趣 所以当兴趣趣味不见的时候 他逃得给人 任何人都快 有没有看过三分钟的路 各位知道吗 但他的多元化 他的跨领域 真的就是与生俱来的 困难男龄的时候 就是一个7号显露出 他最糟糕的状态的时候 他会逃 他会鸵鸟 知道吗 逃鬼 心得鬼 各位分享 7号有一种情绪的面向 他对负面情绪的忍受力非常差 但他对正面情绪的什么 那个程度很高 知道吗 所以当7号有遇到负面情绪 负面情绪怎么来的 是不是有压力 让他感觉很烦 有没有 很烦闷 很枯燥 不有趣 他就会产生负面情绪 而7号碰到负面情绪 尤其是压力所形成的负面情绪 他用的第一种方式叫做转移 想象一个 找一个更快乐好玩的事情 快速投入 让他先压力通通怎么样 忘掉 不是处理 是忘掉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 他有一点点在逃避 有点在逃避 所以这个7号 是他这一生要修的功课 还有一个过多的桌圆化 都过多的全方位 就变成没有方位 知道吗 刚刚那个艾老师还来这边 说他现在很忙 他有职位改编 知道吗 他说老师 他有脸书之友 他说 老师你怎么每天都可以写这么多东西啊 我说因为我不是在上课 就是在准备上课 不是在家 就是在准备去上课的路上 有没有 我的保姆车是高铁 你知道吗 保姆车是高铁 我的保姆车是高铁 我一坐上高铁 不是睡觉就是在思考 有些是我课堂当中讲的话 叫课间笔记 有些是我上课之前要说的话 让把它整理下来 我在车上就是在思考 我现在专心聚焦 就做一件事情 叫做什么 我以前某个剧团打给方老师 我们有个舞台剧 叫你帮我们配乐 好 我就去了 了解一次呢 但是我会忽略我现在在做的工作 所以各位 这个东西就是七号要修的功课 所以我说他虎头蛇尾 觉得世界充满刺激好玩的东西 是地震吗 要让生命充满的什么 乐趣 有趣的人事物他一定快速参与 快乐新鲜和创意 但是闷的环境跟什么 规则他会逃避 我在跟各位讲 开会很无聊 知道吗 七号就会显露出他的行为模式 知道吗 玩手机 或者去想像一个好玩的画面 知道吗 然后突然之间人家在开会非常严重 他就不吃笑出来 或者你骂他 他很认真的听你骂 是这一间耳朵进去 这只耳朵快速溜出去 知道吗 然后你骂他什么 他根本没有听进去 没有输入 但是他当下的大脑在想什么 想像那个好玩的事情 知道吗 可能骂他的那个老师 带一个猪鼻子 爸爸妈妈带两个猪耳朵 然后在那边 他就突然不吃笑出来 被人家觉得说 你怎么这么没有羞耻心 我在骂你 你还在心情笑 不要笑 你们这边很多气 不要笑 因为知道 会参加读书会的 各位就几个心 可以算一算就知道了 会来这些社会 社会很重要 社会很重要 知道吗 人脉等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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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脉 钱脉酒 传销感流 没有名字 有金五号 人脉等于命脉 另外一种叫 叫什么 另外一种叫七号 七号跑完 跑完他就来 他就来 所以你从性格可以来看 五号可能也会来 但是不多 知道吗 我看看你们在读什么 读得比我好 真的真的 我骗各位 好 你知道吗 像各位在座可能很多人有参加社团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社团 叫做青商会 知道吗 朋友介绍 我去参加一次会 第二次就落跑 我不喜欢那种规范 就像我去浮轮社演讲 有没有 我去那边都会笑 有没有 我去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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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受限 我觉得受限 我是一个不喜欢受限的人 所以各位 当你有天在路上 看到我穿这样子 我给你一个答案 我正是 可能下完课要回家 或者正准备要去上课 我绝对不会穿这样出去逛街 了解意思吗 因为我非常随性的一个人 来 深层的渴望叫做什么 无拘无束 就是自由自在 所以你知道各位 跟王老师相处 不要给我太大的压力 就知道我老婆经常在给我什么 压力 他现在也在修 因为我很讨厌一句话 重复出现两次 我讨厌一句话 重复出现两次 那叫做唠叨式的语言 各位 七号的面部表情 表情 大笑或不笑 很少微笑 有时候会有不屑的表情 瞪眼望人 各位 我告诉各位 我如果有不喜欢的人事物 我一定是怎么样 有那种不屑的表情 知道吗 忘了它的存在 所以我那天在我的脸书上 写了一句话 我说啊 当我们面对我们不喜欢的人事物的时候 各位知道吗 你可以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 你把它当空气 知道吗 你还可以依然的自由自在的呼吸 知道吗 可是如果你把它当病毒 你会气喘吁吁 你知道吗 所以 它会有这种感觉 身体语言不断的转动身体 轻松自在或做力不安 我告诉各位 你要我演讲 站在讲座后面 或叫我力症 力症不动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我动来动去 所以七号这个性格 天生就有一点点过动 各位了解吗 但它不是过动而已 它有点过动 讲话的方式 云不惊人死不休 一针见血 刻薄 各位 刻薄对我而言来讲 是刻薄 对七号而言 他认为那是一种幽默 我那一群学生讲 穿拖鞋上课是吗 好啊 有种就穿睡衣了 刻不刻薄 我有我的解释 我说穿睡衣 人在什么时候会穿睡衣 家里面穿睡衣 有没有 你穿睡衣来学校上课 有家的温暖 那你有本事以后去上班的时候 最好穿拖鞋去上班 各位知道吗 有不了解 现在不是学生穿拖鞋吗 有没有 我说 如果你可能敢穿拖鞋去上班 那证明你有尬词 据我所知 每天需要穿拖鞋的 大概也不是正常的工作 都是犯人 我的学生听到最后一句就说 老师这句话最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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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